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晚上好 我这趟回来马来西亚 说六十年之后 这是第一次换了政府 大家在社会上 现在还是有一种观望的态度 我们今天的佛教徒 应该怎么样面对未来的社会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有备无犯 永远都预先有准备 或者预先有计划总比想都不去想得好 美国人有的一个长处也就是深谋远虑 而且一步就要搭过这个合理的线 先一步就搭到你那边去 如果说呢 你接受不了这个压力了 要商量的时候呢 就不断商量 不断妥协 需要的时候就后退 后退 退回来中线 那退到中线的这个时候呢 他不吃亏 如果呢 你不懂得呢 那个美国人的这个计划的时候啊 你要求他退一点 就以为你得到利益了 你就大大的吃亏了 美国的强大都是从 占领了先机 先有呢 这种深刻的布局 先有更大的一种大格局思维 这样子来成为强大的一个国家的 那今天我们要面对的这个事件呢 是从工业革命 一直到现在称为呢 第三次革命的这个智能了 就是电脑革命了 我想 今天马来西亚面对的问题也是一样 就是这个电脑呢 要代替这个人脑了 电脑要挑战这个人脑了 我们的这个身体呢 能做的这个事情呢 也被这个机器来要挑战了 我就说一个例子 今天呢 中国人最会拿手炒菜的那个把厨子炒到手腕都酸了 现在你可以停止不炒了 机器人代替你炒饭了炒菜了 机器人炒出来的菜和能做出来的菜呢 连习近平总统都选择了机器人炒出来的菜 比如这个菜炒得比较好吃 惨了 这不是人炒的 是机器炒的 所以机器炒菜呢 现在呢一个机器已经可以炒六百种菜了 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年代 好了 从这里来讲 我就有一个感觉啊 人今天呢 一定要得能兼备 一个佛教徒呢 不能只说道德啊 说道德呢 可能就活命呢 活得最穷 那像我现在所见到的穷啊 我把它分为两种 大乘佛教呢 是富而不强 那南乘佛教呢 是强而不富 在他的道德上呢 强调的呢 非常那个 有根基 或者是呢 非常有传统 和释迦摩尼佛所讲的差不多 但是他的这个国家 都是这些呢 非常穷的小国 非常穷的这个小国 你要过的好日子 那不行的 那像泰国呢 大概有四十五万个出家人 如果这四十五万个出家人 只讲道德没有能力啊 你就吃也把这个佛教徒呢 吃穷了 那缅甸这个国家呢 有六十万个这个出家人 如果十年之后呢 普通人大概从升学的这个角度来说 十年也拿到博士了 十年后出家人呢 如果呢在他的道德上有增长 能力上没有增长的话 他不可能再指导这个年代的佛教徒 过的好日子了 所以我想 得能兼备是未来我们要面对这个时代唯一的选择 没有第二个选择了 看起来啊 我回来一看 我们中国佛教好多这个好汉 都认为呢 中国佛教穿这身衣服和做这个事情 大概上不比南全佛教高明多少 都倾向南全了 但我本身有另外一个看法 南全佛教是好是强 但太穷了 从今天这个年代要竞争活命的话呢 你只能够捡别人的这个施舍 你没有办法呢 向别人呢 那个呢提供更好的这个美好生活 我说呢 最后啊 连共产党都瞧不起这个和尚 为什么 共产党比和尚更共产 那你和尚就没路走了 和尚要比共产党更共产 但要拿出这个能力来 怎么样和别人一样呢 分享你的 你的那个呢 建立财富和建立呢 那个道德的更深刻的这个基础 是今天我们人要学习的 好了 回个人头来看呢 为什么我说呢 机器要代替这个人呢 我在美国呢 生活眼瞪瞪的 看见了好多这个劳力 都被机器取代了 但回来马来西亚一看呢 迟早这些进步的机器要走进来了 将来我们的年代 可能不是在请外劳的时候了 你请外劳呢 倒不如买一台机器 外劳呢 你还得呢 要给他商量了 有压力了 买个机器呢 我只有呢 那个给机器压力了 机器是不会反抗的 也不会斗嘴 控制一台机器 比控制一个人来的强 我说了这个事情啊 我沙巴走了一圈 一直回到这里也一样 我上去呢 云顶两天回来 四个人 在马路上捡草 捡到十二点呢 都瘫了 捡到呢 那个疲劳过度呢 都瘫了 全部都倒到那个树头了 凉亭上了 都瘫了 捡的范围也不太多 我们美国啦 一部机器大概就可以 一个小时 十亩八亩吧 就六六六十 到六十 六寸的这个盘 就一减六十六寸左右吧 现在呢 这个智能的那个 那个能力和这个机器啊 速度快 省油 好操作 这些呢 都是呢 进步以来呢 这个机器和人 人类用这个机器 的一种改进 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看那个速度 已经呢 要消耗的那个能源 远远比这四五个好汉 弄了满身大汉 还做不出这个高效率来 永远的我看的机器都是比人走得快 迟早之前呢 机器已经每年呢 降价二三十percent的降价 因为什么呢 产业竞争嘛 今天人类的都从这个竞争上来 来开发自己的那个 资源 来得到更大的这种利益 所以为了利益 为了更高效率提升这个竞争能力 人都不断的推进改变 来改变我们的那种生活的这个负担 以及创造更好的这个业绩 所以迟早这些机器都会进来压轴了 就从一个比喻来讲 今天我们马来西亚 是大概我看到 从智能和机器上呢 大概上能够有的这个机会和空间非常大 换来政府迟早这些东西呢 都会不是谁去垄断了 是效率高这个国家才有竞争力 中国已经开放市场了 它的这个产能过剩 工程师过多 一直到呢 资金雄厚都要往外走了 中国人就是聪明过度也傻傻的 现在大概上也冒犯了很多 这个国家的那个利益 甚至呢 它的这个方式不被采纳 在过一阵子 中国人学聪明了之后 做的这个事情也就更合理了 更合理了之后呢 它的产能推出 工程师呢 推出 甚至资金到来 那个是迟早的问题的 我们面对的就是 又是机遇 又是压力 甚至呢 更是 你本身 生存的一种 现实 所以我提出来的意见呢 就是 佛教徒啊 不能够 待在那边 只讲道德了 甚至呢 你也别拜那个佛 以为你能求他 保佑你什么了 你得靠自己的脑 靠自己的这个进步 以活得更好的 你的这种活命 活命的这个机会了 佛 他根本就 保护不了这个了 有的话呢 佛有的这个技巧 可能会 锻炼到你这个身心 更稳定 所以第一点 要给各位说的 有一种能力啊 是大家不具备的 就像那个 那个机器人一样 机器人呢 是不具备情绪的 他只具备理性 所以理性是呢 能输入 去挂在那个机器上用的 那种叫工业理性 所以所有程序呢 都输进去了 所以呢 这个机器就要按照 这个输进去的 这个IQ 来运作的 所以他没什么情绪了 那我们今天人呢 是有很高情绪的 各位想的呢 有情绪做的这个事情 有时候就因为情绪 没把这个事情做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人呢 大体上 如果从这一点来看 他要和积极竞争呢 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所以我们怎么样把自己呢 把自己呢 处理的更好 在美国呢 我们也不教呢 信佛也不教呢 到寺庙里学院去拜 拜参了 或者是怎么样 怎么不教 那今天美国人喜欢佛教呢 是因为佛教是一种心脑科学 他们已经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说佛学是一个心脑科学 Mind and brain science 所以美国有两种科学在线 一个是物理科学 另外一个就是生理科学 讲遗传基因啊 甚至呢复制啊这样的 另外一个就是物理科学 讲核能运用啊 光学运用啊 甚至呢更细的那种物理的运用 所以另外一种呢 就是心脑科学 怎么样把这个呢 心和脑用得更好 因为它没有发挥的那个呢 能够发挥出来 它自己呢 这个不稳定性呢 可以调整过来 这个叫心脑科学 好了 回个头来看 今天这个佛弟子啊 可能要走上新一代的那个修行方式 如果面对西方人 他对佛教的一种 后来先制 我用这句话 就是后发先制 不是 我们 大体上 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 我们还是传统的 佛教在东方是传统的 西方人不是 佛教是新的 所以新的东西来 反而他 很容易 就把你的这个东西啊 去摸 摸摸了 然后他就 用他自己的那个看法 来吸取你的好处 我说一个呢 各位也听得懂的 就像呢 那个 中国 大陆 这个国家 就中国共产党 六十年了 或者是四十年前 那个几乎也就是不可给我们马来西亚比的 要搅大车 没搅大车 要缝衣机 没缝衣机 那更不要讲了 冰箱啦 电脑啦 甚至呢 这样那样 今天他们有的设备可能比我们好啊 对不对 好了 那是花了 四十年到六十年的 那花了一代 两代 三代 可能是四代的这个人 艰苦的奋斗 他赶超上来了 他的赶超速度是什么样呢 早在五六年前 我们美国都大概不承认 中国的那个建设比美国要进步 现在呢 现在已经没人提这个观念了 大家心里都明白 远远的美国的那个硬体建设比中国落后 什么原因呢 别人做得积极 别人做得更高效率 别人做得更完整 他就进步了 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所以今天我们马来西亚这里的那个情况啊 看起来我走了两下 又走了美国 又走了中国 所以回来马来西亚一看 哎呀我们这里啊 如果说聪明的人 这里就是充满机会 充满变的机会 因为这里有落差 比起两个强国那个平衡线 我们是在远远在下面的 我们不需要什么呢 更强的这种创造 发明先进没有 只需要的是怎么样办法可以引进 就是别人有的这个东西他也不要了 大概上已经到快要不要的这个年代了 我们可以赶快引进 你引进了之后呢就进步了 所以呢 早几十年里面呢 中国都像这个强国引进很多 有一些他都不给 自己呢知道什么回事 引进不了就自己咬着头皮 要创造 要发明 同步的这个进步 要发明要引进 所以现在呢大体上他已经上了来 以前我们就说 都要往美国去 现在要去美国也不容易了 但这个中国呢 以前是不让我们去的 现在就开了大门 让大家去了 我就说呢 为了这个能力啊 马来西亚人 应该 扎着这个肚皮啊 像以前的中国一样 少吃一餐 少吃两块肉 也得省回两块钱 有目的的 到中国去看 现在我们人人都有一个很好的能力 就是那个手机 现在好很早看见有人没手机了 看到那个没手机的呢 我简直不知如何给他说话咯 我们也有一些呢佛教的好汉不用手机的 不用手机这个好汉应该没什么可以教你们的咯 只能够教你们满嘴道德的话而已咯 道德的话我听了之后都厌烦 如果活命不好的话 所以打开这个手机大概上对我来说呢 一马就打开了视野 对比了自己的这个长处 好好的努力 你得把自己的这个才华呢 自己的兴趣呢发挥出来 成为他一个能活命的长处 今天的年代呢 不管是少年的 成年的家庭主妇的 你都得要进步 你不进步的话 赶不上这个时代 我们就远远的落后在那边 落后 就等于说 要挨打 就是那样子 就是那样子 这个社会竞争是非常残忍的 是非常激烈的 我走了一下呢 有一点我觉得非常欣慰 欣慰也很欢喜 我就走到沙巴州 在沙巴我走了 还有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山本纳 一个就是达哈达都 这两个地方没走 这两个 市政没走 沙巴以前呢 我还没去美国的时候 我在那边负责 马来西亚佛教青年会 沙明佛教 青年联谊会 我把这几个 整个沙巴州和 那名叫拉布安 这个岛连在一起 那时候就有13个团体在一起 现在听说有17个团体在一起 但17个团体呢 不密切了 他好多活动没有在一起 以前我在的时候 因为我是好汉 我是带兵打仗的那种 所以很会串联 中国话叫串联 就是很会统领 把大家召集起来 大家一起来卸商 怎么团结一致 我很喜欢做这个事 团结就是等于一把筷子 扎在一起 它折也折不断 如果一根一根筷子 一根一根折断了 都被折断了 因此我到沙巴去转一圈 我看到一个仙将我很喜欢 你进入一个餐馆去 他马来人 他土族 他华人 不管什么人 坐在一起都可以吃 都可以聊 他没有那种融合的困难 哎呀我看了这个呢 实在太欢喜 不只是东马我们这里需要 不只这里 西马我们需要像东马那样子的一个呢 民族的一个团结和友谊 宗教的这种呢 融合 去除这个 排挤 是互相的这个排挤的那种困难 而且这个典范意义啊 我后来在想 哎呀如果我们呢 这个国家有一个州有这种能力 如果把这个州的能力呢 多一点来说 大家多一点赞美他和他看齐 那么成为整个马来西亚的 那中东可就要学了 现在不止中东人来这里 住来这里玩 甚至觉得我们马来西亚这里呢 比他们压力少 更开放的这个社会 甚至呢他们可以看到更好的一个感觉 拿回去到中东 拿回去到阿拉伯世界 让阿拉伯的这种佛教徒呢 知道如何和别的民族相处 更融洽 我想呢佛教徒应该是那种看法呢 嗯 好这个是第一个讲 社会上我们呢怎么样来看一个问题 这个呢 情况 好了回来这里 遗宝这个地方呢我抖了一个圈 我坐火车呢 特别从云顶高原那边 我下来有个什么车站我又忘了 火车站在吉隆坡火车站 我就想不起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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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出了 啊啊 先出了 我的妈呀 我走进去那边我十二点多就到了那边 除了几个呢那个餐馆 有几张凳子 这么大一个呢 还火车站 然后还有什么 这个火车到那个飞机场 对不对 找不到椅子坐 哎呀真的我的妈呀 不可思议 这美国拥挤 不会拥挤到那个样子 到中国去你看整个这个环境啊 这个设备呢 不会没那么那么的冷酷没人性 啊我到布基冰档去那边啊 看了那条布基冰档路路呢 和我们现在走那条 前面那条马路差不多 就是两部车子可以过 全部都是高楼大厦 排的满满的 有一个灾难出现小小的毛病了之后呢 几部那个车就已经堵住这个车 所有车道了 其他那些呢 来自旧的不可能进去了 这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呢 我只能够讲一个话 国民不爱国啊 国民不爱国啊 我想我们马来西亚的佛教徒 应该从今天开始 要有一点新的观念给我们家庭 第一种能力呢 能够让你的民族 甚至呢这个国家 得到强服起来的 就是我们的观念 观念就是力量 就是思想就是力量 观念是什么呢 应该我们要告诉自己的厚道 也告诉自己的亲朋亲友 甚至呢自己经常这样子想 这样子说 久了之后就成为一种信仰了 讲和说什么呢 先关心我们的民族 先关心我们的国家 而不是自己的家 而不是自己的事业 人呢只要他自己胸胸能够打开了之后 心胸越大 看的问题就越不同 看来看去呢只顾到你自己的事业 和顾到你自己的家 那是没有既望的 我想呢以前的马来人 都比我们华人差很多的 但他一顾就顾他的宗教 一顾就顾他的民族和这个国家 最后呢他的结果就是 这个民族和国家就强大兴盛起来了嘛 你想我们华人呢在这里呢 经常想的是什么呢 就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能力和自己这个家 什么时候呢 有想到呢 我们整个民族和真正爱护这个国家呢 这个是呢 第二个我要讲出来的能力 希望我们将来呢 这个能力呢 多多强调 马来西亚 想什么这些事情教育我们的孩子呢 先教育他是马来西亚 这个地方应该爱护 这样子去想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 结果 一句笑话就是那样说的 我看问题有时候也很极端的 我回过头来啊 我以前不喜欢马来西亚 我才走去美国了 因为我看到马来西亚了 到处都是明帝里的强盗 南路打劫的都特别多 这个呢土匪啊 山贼也没有 都已经下山了 满街跑 所以当时我的这个感觉啊 就是这么一句话 哎呀当官啊 和这个贪污 好像是马来人已经想成合理了 要当官和贪污啊 已经变成合理性了 毫无修持啊 我想的就是大概是那个样子 后来呢我们想啊 这个呢 马来西亚的华人也相当够聪明的 这样的环境他还能够生存 还能够活下去 活的呢也相当好 听说我们的那个前首相下来了 这个时候啊 拿了一大笔国家的钱呢 暂时放在他自己的银行里面 还是我们呢 三个三个华人帮忙的呢 你说我们华人呢 这个本领可大了 可够够聪明的了 真正一个爱国的人啊 不敢想这些事情 美国人够强悍的 但是他呢 国家当一个总统 有一些什么事情被这个国民质疑了之后 都一直在调查着 这是什么呢 守法 守法是最重要的 这个道德不能够没有 如果是守法这个道德都没有了之后 怎么样来谈这个国家的利益 为最高的利益 是没有办法谈的 那我们佛教徒大概呢 从这里呢 真正守复佛教的道德 也就等于说要守复国家的道德一样 怎么样艰难得守复好 这个标准呢 华人将来呢 要让人家 人家呢 这个对你呢 有另外一个呢 警仰 你可以不需要给他讲 你是佛教徒 你就得表达自己 哎 我是一个守法的人 我怎么样穷怎么样困难 但我都不伤害这个国家 我不赚这个法律的那个那个呢 漏洞 首先要培养出这样子的一种德 我就讲德能兼备 不只是佛教的这个道德好 做人呢 在这个国家 首先要把国家的这个法律 要放在自己眼前 牢牢的看管好 用得上 要敢为人先 人家没有这样子做 我就要这样子先做了 这样呢 这个国家呢 才慢慢会从一代 两代三代 到最后呢 他比中国还强 现在中国也就是学这个东西了 国家一进步了 人民生活好了 大体上也就是 下来呢 就是要改变国家 这个生活的环境的安定 国家安定 人人的这个机会才充分 好了 这里应该要讲真正佛教的这个道德了 我今天晚上呢 大概也要给各位讲一讲 我个人来说 我个人来说 我的信仰 是建在佛教道德上的 这十个项目里面 我比哪一个时代的我都要认真 之前我还没想到我真正有个信仰那么认真呢 现在大概上约想 我已经想明白了 没别的那个选择 比这个更加 能够 让我死心塌地 来 来 贡献自己 所以我就想了 佛教不是经常告诉我们 有个叫波罗蜜 是吧 今天我们刚去买红毛丹 买了之后呢 我就看 他就讲 那个叫什么 小哥那个叫什么了 这么大 我又看 凹凹凸凸不平的 又小 然后后来我要上车前 我就看到 哇 那个叫叫 也是很大 波罗蜜 我大概就是那种人 自小就是气大 很少气量小 你叫我游头家 有几百棵榴莲树 我都不知道怎么活 就被这几百棵榴莲树困住了 我是活不了的 我姐姐呢 还说 哎呀 几百棵榴莲树 榴莲掉了 我不去看我弟弟 因为我弟弟要回来马来西亚 就交代了我其他的 弟弟拿几十棵榴莲给我 说 拿给 拿给师父吃榴莲 我没时间了 我要长我几百棵榴莲 说榴莲要掉了 他有二十四 还有什么三猫王 他要长着呢 后来我就 我下了飞机 我有别的事情重要 我就告诉我的家人 我说呢 你们把榴莲都吃完了 就回去吧 我说 我没时间吃你们的榴莲 没时间吃这个榴莲 我的生命活下来的时候 就要做最彻底的贡献 并不是要在这个社会上讨什么东西 我根本不在乎 却对我来说呢 和你们刚刚相反 普通人这个道德和能力 一定要取得的 才能有的 出家人的这个道德和能力 要能够舍出去才叫有的 随时都能够舍得出去的 这个程度的 所以一是取而成功 一是舍而成功 所以我是刚好掉转头那种人 就一辈子想 我最重大的就是我的时间 我的能力 一分一秒 每一刻中 所有的这个体力和能力呢 都要为这个社会做彻底的贡献了 而且不是贡献哪里 各位说 这个国家是我安身的地方 我不是 我是个没家的人 我是一辈子呢都听招呼的 哪里呢号召 要我去了 我就去哪里 我就顺着这个 顺风顺水 这样子在这个世界上飘荡 到我的生命结束了 不为这个不为那个 这是我的生命观 所以我的生命观 我把它称为波罗蜜的 就是为了圆满这样子的一种 自在和自由 做最大的一个贡献 所以我的生命里面有十个项目 自己要去完成的 那给你们说这十个项目 第一个叫布施 第二个叫 慈戒 就是道德 就是生命里面呢 它要有非常 稳定 而且明确的一种生活区范 作为自己人生调理的 什么时候吃东西 什么时候睡觉 什么时候做什么 什么时候做什么 它要有一个标准 可以有一两次不按照标准 但是呢 要自动自扒的把它拿回轨道来 我就说呢 我今天下午呢 在底下呢 又听我们的师父说 他说 哎呀 那个基隆法师 你为什么没去看你的师兄 基隆法师啊 他说呢 他最近身体很不好啊 还中逢几次啊 中逢了之后呢 他都晚上请人给他打包啊 我想一想 哎哟 这也真的够醉过的了 我们这里吃的这个东西都很油 各位知道吗 都很油 样样东西都很油 甚至呢 我早上才吃了几口 吃了几口榴莲 现在我就口干的不得了 这个高能量的东西 高蛋白 高脂肪 高热量的东西 这东西太多了 今天这个年代 我们不缺吃 就缺了那个呢 一种习惯 会呢 自己 警觉到减少这个吃 不要让这个 身体呢 被这个吃下来 没消化的东西堵住了 所以我是学医的人 知道今天这个毛病啊 不处在贫困年代那时候 或是饿坏了 今天的人是吃坏了的 所以我听说呢 某人啊 这个生病还这样那样了之后 我就后来我就在想 哎呀人啊 把自己的生活调整好 我就奉献各位啊 别吃了宵夜再睡咯 那我听说呢 我们的师姐还准备好糖水咯 各位听完这堂课呢 还要去吃糖水咯 我就回到床上睡了 我都很了解这个情况 他是靠我们 靠那个饮食充满奋斗的精力的 这样子呢 这个人的那个欲望呢 是不会减少的 只会成为更活跃更活跃的欲望呢 那个贪欲啊 嗯 所以我奉劝各位 持戒这个项目呢 要有一点标准呢 从今天这个年代来看 啊 每一点每一点标准啊 像他呢 基隆 基隆法师这个大哥呢 应该也把这个身体呢 吃出毛病来呢 我去从这个推理上来看呢 人 岁数一大了 他需要这个能量更少了 不像呢 那个小伙子 那小伙子呢 现在正是能吃的时候 岁数一大了 他体能已经成熟了 他这个体格已经成长完毕了 你再吃下去就是呢 到老坏的阶段了 不是成长的阶段了 啊 助长的更大的这个破坏了 嗯 这是我提出来的意见 提到这个慈戒 下来就是叫远离了 嗯 人的这个生命要远离的地方 太多太多了 啊 啊 并不是远离了像我们出家人这样 啊 要到哪个山去藏着 叫修行 嗯 再修几年出来 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呢 已经不用人去炒饭了 都机器人去炒了 啊 再大的神通也不知道 机器快要带去人了 人的脑袋已经没有办法竞争了 这个电脑了 嗯 活在这个社会上呢 要帮助这个社会上的人解决困难 他应该要很实际的 哎 就在前线 嗯 而且呢都在前沿 都在呢 风口浪尖 去做奋斗 去做观察 他才知道人生走在哪一个方向 需要怎么样应对 你那个藏在深山里 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 出离这个问题呢 啊 不是顿事 顿事是不能出离的 我说呢 是出离 感官的贪婪 啊 要处理的就是看好自己身心 使这个身心呢 不沾染了世间的烦恼 这样的处理应该 好好地去协调一下 所以明天我会教你们一套方法 如果你们没有来过的话 我教你们处理的手段 如果你们来学过的话 我希望这个复习让你们更进步 这是讲出离的 不出离是没有办法来熄灭自己 这个身心的 贪婪 贪婪是人最难控制的一个 观念也好 心理也好 那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不知各位怎么样 所以当年啊 释迦摩尼佛和阿南陀 他走过一个 一条道路啊 那佛陀就看到有一棵 龙树 你们这里也有 底下也有 龙树 知道吗 这里仪宝都很多 这个龙树 你看佛陀看到这个龙树 他就告诉阿南陀 他说阿南陀啊 这个是什么树啊 阿南陀就回答他说 哎呀佛是法王 啊 应该你先说 你说好了 我就把它背起来 我把它背起来 我就把它宣扬出去 那佛陀他就说 阿南陀啊 你知道这个 这棵树是怎么样 长成啊 怎么样成为这个树啊 他说这个树是一个种子 这个种子呢 就掉到这个树上 或者是掉到这个墙边的那里 它掉下去了之后 就吸取这个营养 慢慢就长起来 长起来之后 这个龙树呢 它就把原来那个树就包住了 吸吸吸 那个树就被它吸死了 最后龙树就代替了它 长起来了 各位看那个龙树 是不是这样呢 有没有看过这个树 龙树不知道啊 哎呦 我们的师姐 明天呢 明天呢 就找一个龙树的照片 让大家看一看 龙树就是它长起来了 又会掉那个根下来 又再长的那种 好 佛讲完了这个故事呢 他就说了 他说 哎呀阿南啊 他说 众生的这个身心啊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心 就好像这个龙树一样 那个贪欲的种子就掉到这个身心上来 他最后呢 他最后呢一天一天的这个成长 都把这个身心包住了 你现在只看到这个贪欲 看不到身心 他就这样子形容我们这个这个生命啊 嗯 大体上这个呢 讲的这么深刻 我们也不太容易理解 啊 等有一天你理解透了这个呢 大体上 我想呢 下一个在这里说法的 有可能就是你了 嗯 嗯嗯 好 那从 处理了之后再下来呢 就是智慧了 智慧这个项目 啊 能处理的这个人呢 智慧就产生了 有了智慧 他就能够忍辱 哈 有忍辱力的人 这个人就有决定性的人格了 有决定性的这种人格 以及心理 忍辱就是一个很平衡的心理 啊 有了这样呢 有决定性的人 这个人做人就很真实了 没有任何这个贪图 不会盘算自己也不计算别人 啊 不搞心机的这种人呢 才会真实的 修行也是这样的 啊 真实的人 大概上他展现就是 更成熟的这种 样貌 所以佛经里面就把它称为 慈心 那慈心下来就是最后的一个 叫舍 修学佛法 修学佛法 怎么样修学 大概也就是为了 达到这个功能 就叫舍的功能 啊 所以我一辈子呢 就希望 这十个项目成为一个圆满的波罗蜜 啊 波罗蜜就是最圆满的一个 信仰也好 概念也好 甚至操作的项目也好 啊 大概我一辈子到今天 来说 我的人生啊 从二十岁出家到今天五十七岁 大体上 最怀念而且呢 到了今天为止 最肯定要努力的 也就是这十个项目 这十个项目里面 也没有关系到是南船啊 北船啊 穿这件衣服 穿那件衣服 都不是 它是我身心里面 最应该有的一股力量 如果有了这股力量 你到哪里去了都能够镇压住 都能够接受挑战 都具备了竞争的一个德能 好 今天 给大卫 各位呢 傍晚 录影 讲的第一堂课 就讲多了十分钟 但我把 这堂课大概讲到这里结束 好 谢谢大家今晚的聆听 让我们晚安 好好的睡好觉 然后明天早上早点起来 我们就开始练习 好吗 我把我的生活的一个技术 给你们了 做明天整天的这个呢 锻炼和复习 希望你们掌握好一个 锻炼到自己身心稳稳定定的技术 好吗 谢谢大家 晚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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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